每年8万居民毁居于死 只存在世界上8天 40度高温的最深梦似 最后一天整个城市在一把火中消失殆尽 这听起来天方夜谭的故事 就真实地发生在美国内华达州黑石沙漠的火人节 火人节始于1986年 其基本宗旨是提倡社区观念 包容创造性时尚以及反消费主义 在火人节一切不寻常都是合理的存在 每年参加火人节的人均成为Burner 他们穿上各种奇装衣服 通过艺术创作表达和互动艺术 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展现了精彩分成的智慧和创意 在最后一天 众人在空地上围成一个很大的圈 圈的中间要燃烧一个12米高的木质男人雕像 而这也是火人节名字的来历 据说1947年 一个奇怪的物体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 罗斯威尔市附近的一个农场 很快的全美各地的报纸 声称有一架UFO降落了 而官方则宣称这是高科技技球 事情的真相早已不重要 在罗斯威尔市 外星人已经成为代名词 一年一度的UFO节 更是成为了黄宽的节日 每年7月4日 很多人都会打扮成外星人的样子 各种奇特造型 来自于人们的丰富想象 谁装扮得最像 谁就能获得奖励 UFO节还是一个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加的节日 可以一起参加游行 跑步比赛 手工艺 科学实验 还可以体验充满各种游戏和游乐设施的嘉年华 不仅仅是娱乐 UFO节也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和演讲人来宾 一同探讨UFO 这些专家包括了研究员 教授 甚至是声称和真实的外星人 有过真正接触的人 威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因为生产玫瑰而被称为玫瑰之城 在明年5月底到6月初 玫瑰盛开的季节 波特兰人会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 来庆祝这一位他们带来殊荣的美丽花卉 而庆祝节日的重头戏就是花车游行 在6月12日这天 你会看到城市的街道上 各种鲜花造型的巨大花车 还伴随着灵活的高桥队伍 和英姿萨爽的马上骑士 这一传统已经持续了上百年 除了花车游行之外 在6月11日到13日 玫瑰节还会推出赛车 赛龙州等许多具有参与性的竞技活动 激扬人心的赛事 会庆祝玫瑰节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你可能听到 以各种动物命名的节日 但青蛙节一定是闻所未闻 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莱恩小镇 青蛙早已经成为了最好的代言人 据说在1880年 纽奥梁的一位大厨 开始在餐厅卖兰郑出场的青蛙腿 结果一炮走红 连带也使兰郑跟着出名 成为了世界青蛙之都 于是当地民众开始举办青蛙节 在每年9月进行 毁期三天的庆祝活动中 5万人聚集在一起 带着他们的青蛙参加各种比赛 音乐会和游玩活动 当然还可以品尝最正宗美味的青蛙腿 截日期间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青蛙选美 参赛者需要费一番功夫 帮青蛙打扮 然后来自各地的评委会 根据大家的意见 评选出当年的青蛙时尚大奖 而另一得比挖赛 也是一大看点 赛手是一身起手装束的重青蛙 搭档便是盛装的小女孩 一身令下 女孩们需要派打地面 鼓励青蛙向重点狂奔 获胜青蛙的主人 将被加冕为青蛙女王 受众人膜拜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美国纽约康米岛的 美人鱼大游行 诞生于1983年 是为了纪念 布鲁克林黄欢节而设立的 每年6月份举行 半裸的美人鱼 和其他有着 闪闪发光鳞片的海洋生物 在音乐声中 走进康米岛的大街小巷 在海风的轻浮下 度过一年一度的黄欢节 人们精心装扮成美人鱼 水怪 海神 水手等各种形象 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创意与热情 当然每年的美人鱼游行 还会吸引各类名人参加 包括纽约市长白思豪 也曾经以海盗形象亮相 这个已经在布鲁克林 举办了超过30年的游行活动 遭已成为纽约人民心中 最狂欢的节日之一 动作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